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2月4日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伊朗新的霍维伊泽巡航导弹,可以绕过美国和以色列现有的所有防御系统,神不知鬼不觉地击中备战领土上的任何目标。 伊朗是在2日庆祝1979年,伊斯兰革命40周年期间,公布这枚射程超过135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的。 它是以伊朗新南部一座城市而命名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伊拉克伊朗战争期间,该城因抵抗运动而出名。 伊朗国防部长阿尼尔哈塔米,准将在揭幕仪式上说,这种巡航导弹的准备时间非常短,可以低空飞行。 以色列德布卡军事情报网,3日在一篇报道中,援引未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警告说,这种导弹,可以轻易抵达指定目标,同时又不会被以色列和美国最先进的雷达发现。 德布卡军事情报网,是一个睡在耶路撒冷盛城的以色列军事情报网站,提供关于情报、安全、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评论和分析,特别侧重于中东。 报道说,伊朗确信,美国和以色列,都无法解决这一威胁。 我们的军事专家则表示,实际上,世界上迄今还没有任何军事力量,能在巡航导弹袭击前,找到有效的拦截手段。 报道称,霍威伊则导弹,关键是能够避开以色列和美国生产的导弹防御系统,而这些系统主要对付从大气层外飞来的伊朗弹道导弹。 该网站称,伊朗对以色列1月底试射舰副3反导系统做出了回应。 报道警告说,目前,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包括铁穹系统,大尾头石锁,导弹系统和舰反导家族都无法侦测到或唯一则导弹。 消息人士对该网站说,伊朗已经掌握了制造巡航导弹的技术。 这种导弹可以避开雷达,越过重山峻岭,深入山谷,伊朗的导弹在飞抵以色列领土之前,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伊拉克和叙利亚领空,使得附近的所有美国军舰及其防御系统无法抵御可能的攻击。 在我们欢度春节的时候,世界上可是没有消停。 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导条约要凉凉。 特朗普国情资文,公开,支持瓜伊多。 而马杜罗要来搞军演。 在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月10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开启了委内瑞拉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以显示抵御外部干预的决心。 马杜罗当天观看了在米兰达州一个军事要塞举行的防空演习。 演习中使用了俄罗斯制造的武器。 马杜罗表示,政府将保证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防空系统所需的一切。 为防空和防导系统,将配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 成千上万的人将被武装起来,进行防空和反导弹防御。 使我们的城市和村庄,成为坚不可摧的地方。 自此军事演习将持续至2月15日,是委内瑞拉200年历史上的最大军演。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1月23日,在一场反对党集会活动中,自我宣布委委临时总统,要求重新举行大选。 美国籍布弗拉美和欧盟国家对瓜伊多表示支持,未逼迫马杜罗下台。 美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经济、金融和石油业的制裁。 美总统特朗普,日前还公开表示,不排除对委进行军事干预。 所以说,这次军演营与上,为了纪念安哥斯图拉大会,1819年波利瓦尔倡议在委内瑞拉安哥斯图拉召开,召开200周年。 但是军演演给谁看?地球人都知道。 决心很重要。 誓死如归。 众志成成。 就算打不过美国也不能输了气势。 马杜罗现在还握有军队的控制权。 这是瓜伊多到现在还没有上位的根本。 2月5日。 特朗普在国情资文讲话中,公然支持反对派瓜伊多。 此前也曾表示,不排除武力干涉委内瑞拉内政,推翻马杜罗政府。 而瓜伊多仗着美国支持煽动民众上街,积极储备武器。 准备在美国进攻的时候,离应外合。 充当带路党。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谁不听话就弄死谁。 这是美国的老毛病。 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后。 1989年半夜三更又入侵巴拿马。 海军陆战队潜入总统府活捉洛列加。 把一个正在睡觉的主权国家总统抓到美国。 罪名是贩毒。 目前,委内瑞拉局势扑朔迷离。 众说纷纭。 但纵览律史。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的民众处境。 再想想美国当初的做法。 就会明白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 人民是过不上好生活的。 40多年来。 美国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和武装冲突。 基本套路其实很简单。 对于反美领导人,必将除之而后快。 怎么消灭呢?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找反对派带路党。 背后出经费进行人员培训制定行动纲领。 为了进行战略配合。 心理战舆论战首当其冲。 军队有专门的心理战舆论战特种部队。 有专用的EC130J心理战飞机。 街上设有特定频道的广播。 抛洒传单加收音机。 提前编造好各种谣言和节目。 主要就是独裁、腐败、民怨刺起。 呼吁人民群众起来推翻政府。 告诉人们如何里应外合。 在利比亚动乱期间。 美国创新了网络战进攻。 通过黑客获取政府和军队官员的电话号码。 分别进行电话恐吓、诱骗。 迫其就范。 呼吁人民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广场聚集、打砸抢烧。 政府见状后急忙断网。 美国移动公司利用早就准备好的手提示移动WiFi免费提供使用。 借机制造谣言。 诽谤当局。 煽动群众推翻政府。 现在的委内瑞拉。 正在重演这一切。 山雨一来风马楼。 委内瑞拉局势混乱。 反对派与美国一唱一鹤。 马杜罗危机四伏。 有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美国军事占领。 扶植一个瓜多一政权。 重振经济。 改善民生。 马杜罗之前的总统叫查维斯。 老查有个导师叫卡斯特罗。 老卡活了九十岁去世。 一生躲过六百三十八次暗杀。 面对朱安事件等各种敌对势力的反攻倒算。 古巴领导人都是一如既往的坚持斗争。 国家虽然贫穷。 什么东西都实行供应制。 但国泰民安。 今年已经在庆祝第六十个国庆日。 贫穷不能成为国民叛国投敌的理由。 最后说一句。 委内瑞拉谁当总统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说了算。 犯不着美国和欧洲参与。 如果真的使用武力解决委国内政。 美国将犯下历史性错误。 单单可能出现的石油危机和难民潮, 就会让美国陷入困境。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3日电, 记者邓先来, 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 23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现任美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将于明年1月1日出任国防部代理部长。 沙纳汉于2017年3月, 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防部副部长, 于当年7月上任。 此前, 他在波音公司任职多年。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 意味着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去职时间将提前。 本月20日,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马蒂斯将于明年2月底去职。 马蒂斯在当天致特朗普的辞职信中说, 他辞职是因为特朗普有权拥有一位观点跟特朗普自己更加一致的国防部长, 并建议特朗普尊重盟友, 并加强与盟友关系, 以更好的维护美国自身利益。 据美国媒体报道, 马蒂斯与特朗普在美国是否应该从叙利亚撤军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特朗普对马蒂斯辞职信的内容不满, 因此决定将马蒂斯的去职时间提前。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据路透社9日报道, 伊朗当天表示, 将针对欧盟将该国两名情报人员和情报部门加入恐怖分子名单, 并实施制裁的举动进行报复。 报道称, 欧盟8日宣布, 将就伊朗情报机构策划的在荷兰、丹麦和法国的暗杀行动, 对伊朗情报人员实施制裁。 措施包括自9日起, 冻结伊朗情报部门和个人的资金和资产。 欧盟还称, 措施包括自9日起,